星云法师十大警示语度 心怀善念,日日是好日,里林和睦,处处是净土 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一劳永逸,完美无趣的选择 在等待的日子里,刻苦读书,谦卑作人,养得身干,日后才能枝叶茂盛 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,不可能同时拥有树果和繁花 你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 你要学会权衡利弊,学会放弃一些什么,然后才可能得到些什么 你要学会接受命的残缺和悲哀,然后心平气和 因为这就是人生,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,只在做事上认真 无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认真,只在情绪上计较 有的人值得被人利用,故能成才,有的人看受被人利用,故能成气 有的人不能被人利用,故难成功,有的人拒绝被人利用,故难成就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,说,在秋天放下了露夜 心很疼,可是整个冬天,她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 春天一到,芳怀依然,只要生命还窝在手心,人生就没有绝望 一时的成败得失对于一生来说,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 心若累了,上她休息 灵魂的修复,是人生永不干枯的希望 世间,只要有人的地方,就有是非与好坏,就有光明与黑暗 说好的未必好,说坏的未必坏 现在的人有个误区 以为击垮了谁,超越了谁,就是比谁强 以这种逻辑,在成长着 其实,一个真正的强者,不是摆平了多少人 而要看他能帮助多少人,能帮助别人 这是德,能帮到别人 这是能,有德,有能的,才是强者 人生最大悲哀,是对前途没有希望 人生最坏习惯,是对工作没有计划